台湾第一名媛孙媛媛日子过得多姿多彩 幸福美满 不过她现年71岁的老父亲孙道存 日子就不如想象中美满 2020年1月 孙道存好不容易醒满初遇 还以为能够重获自由 安享晚年了 结果当时才出遇 又因为涉嫌透空基金会款项被激留 在等待裁决以及定案的过程中 孙道存享受了一年所谓的自由生活 期间一度上诉希望能驳回判决 不过在各种方法行驶之后仍然难逃法律的制裁 未来的一年三个月 她继续在牢狱中生活 如今孙道存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以换兵为由希望能暂缓执行刑法 但这根稻草也不凑效了 相关单位依然坚持原有的判决 孙道存又再度返回牢狱生活 比较庆幸的是 比孙道存小32岁的第三任嫩妻吴亦平 面对丈夫两度入狱 她都不离不弃 依然表示会等着丈夫回家 这段感情真是令人嘖嘖称奇 这段感情之所以被人形容被人嘖嘖称奇 不是不能理解 这是从孙道存与吴亦平的个人角度出发 孙道存与吴亦平在12年前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太被外界看好 两人年龄相差32岁 只认识了50天就结婚 重点是孙道存在感情中不是省油的灯 他结婚就结了三次 还没算上与其他女友的感情生活 孙道存经历过三段婚姻 与首任妻子王文莲的婚姻短暂 没有留下子女 与第二任妻子何念祺生了二女异子 其中名媛孙媛媛 孙盈盈就是这任妻子所生 之后就是在2009年与吴亦平结婚 事实上 在这三任妻子外 孙道存还有过很多的恋情 不少还是婚外情 在与第二任妻子没有离婚的时候 他就公开与影星张琼兹热恋 又与另一位影星颜宁同居十余年 还生下了二子一女 可见他的感情史如此丰富 在这样的情况 外界肯定不会看好他与吴亦平的婚姻 重要的是 在他与吴亦平结婚前就已经申请了破产 没有稳定的感情基础 没有薄食的经济根基 这种老夫少妻的婚姻该如何维系 不过事情又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吴亦平对孙道存就是死心塌地一般 孙道存与吴亦平的关系很微妙 吴亦平是孙道存初中同学的女儿 在备份上 对方还应该要叫他一声叔叔 但怎么想到 两个人竟然就打在了一起 并且相识了50天就结婚 2009年结婚的时候 孙道存已经破产 结婚不满一年 孙道存就因为亏空公款而遭到起诉 所要面临的就是牢狱之灾 虽然这一场官司前前后后打了很多年 但孙道存也没有逃过牢狱之灾 2018年正式入狱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吴亦平从头到尾都没有二心 且在独守空房的这三年间 吴亦平从来都没有被曝光与他人暧昧 这个才是令人嘖嘖称奇 孙道存在2020年1月刑满出狱 还以为终于重获自由 结果才刚出狱 又因为涉嫌掏空基金会1.2亿新台币遭到积压 当时孙道存找了律师疏通关系 以要回家陪伴96岁的老母亲过年为由 交了3000万的保释金可以暂货自由 而这个案子审讯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孙道存是相对自由的 虽然有案件在身 但依然可以暂住家中 直到案件宣判 2021年初 孙道存的亏空基金案正式审理 将之前的案子一起并罚 法院判处他4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将之前已经服刑的时间扣除之后 他还要再入狱服刑一年3个月 孙道存不服 以各种理由上诉 最先走法律程序 提出刑罚太重 希望能减少至3年2个月 如果成功扣除之前的刑期 他主要服刑两个月 不过法院不予以接纳 其后他又已已经71岁 生命有限 希望暂缓执行 结果法院再次驳回 孙道存还是捡了包袱 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他还是不放弃 又以换兵为由 希望能够暂缓执行 法院这一次还是驳回了他的请求 最终孙道存还是免不掉 这一年3个月的牢狱生活 孙道存再度入狱 最伤心难过的才不会是他的子女 孙云云的日子依然吃香喝辣 并没有对父亲再入狱一事 有任何回应 那期吴亦平应该也没有太过伤心难过 他的态度与孙道存第一次入狱时一样 表示依然会等着孙道存出来 再去美好前缘 吴亦平对丈夫的两度入狱 一直表现得不离不弃的态度 这应该是要为他的痴心赞好 孙道存也该倍感欣慰 这也算是真爱吧 不过也要说的是 虽然孙道存破产了 入狱了 但是吴亦平的生活依然富贵不已 日常吃香喝辣 进名店买名牌 一个人的生活相当精彩 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雄厚经济基础上 相信这也是他会死心塌地 跟着孙道存的原因 也就是说孙道存在破产前必然留有一手 这足以证明了嫩妻的富贵生活 更是保证了他日后出狱能有安稳的生活 康熙来了还在播的时候 台湾名媛孙云运时不时就会参加节目录制 当时节目组后期给他加的花字是天之娇女 之所以有这个头衔是因为孙云运成长在一个超级有钱的家庭 孙云运的爷爷1933年就在天津创办电线厂了 后来签厂到台湾 电线电缆的生意越做越大 积累了不少财富 孙云运的爸爸孙道存因为家大业大 且投资眼光独到 风光的时候 身家超过了300亿 可是后来公司经营不善 一下子变得负债累累 而孙云运的少年时代就是爸爸仍辉煌的时候 所以说从小生活无忧 若今孙云运除了跟丈夫一起打理商场 还是一名饰品设计师 总是亲自上阵当模特 因为家里有头有脸 再加上自己从事时尚行业 所以孙云运时不时就会被邀请出席时尚活动 这明星都是很常有的事 孙云运的老公比她大七岁 是跟她们当户对的富二代 两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并恋爱了 等到孙云运21岁 他们就结婚了 至今依然恩爱 俗话说岁月催人了 孙云运的老公聊震汉今年49岁 看精修照也能感受到中年人的气息 头发发白 身形稍有发福 可是两个月前 孙云运刚过42岁生日 看着却比她老公年轻至少10岁 上个月是他们结婚21周年纪念 照片里孙云运在老公身旁 模样就像少女一样 两人的女儿辽思维今年20岁 一月份初次跟随父母出席活动 在5PS照片中 辽思维跟爸爸站在一起时 父女感很明显 可是跟妈妈孙云运站在一起时 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 孙云运保养得当 打扮也跟得上潮流 以至于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 看到今年2月份的照片 帽子墨镜大耳环 背心短裤 这些年轻人热衷的单品 孙云运都hold得住 看着就像20几岁的小姑娘 所以当孙云运跟20岁的女儿站在一起时 看背影完全是同龄人 谁能想到两个人有着22岁的年龄差呢 看正面的话 孙云运手脚的纤细程度 跟女儿是差不多的 这也是她为什么会比同龄人 显年轻的重要原因 当母女俩好好打扮的时候 不夸张地说一句 孙云运真的像她女儿的姐姐 大十来岁的那种 这是孙云运跟妈妈 女儿三代同堂的合照 感觉妈妈也挺年轻的 看着也就40几岁 看来孙云运显年轻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遗传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疑惑 孙云运年纪不小却显年轻 难道是因为照片都经过精修 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其实看孙云运在滤筋不强的视频里的样子 除了大校时法令文会明显之外 不做大表情时真的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 当然了 跨视频里的她像少女肯定有些夸张 但说她是三十几岁的亲属女生 绝对有说服力吧 娱乐圈中也有不少明星丝毫不显老 比如于飞鸿 林志颖 曹永连等 从年轻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变了 孙云是把杀猪刀这句话 在他们身上完全不成立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